来源 北清王周星驰的电影 之所以会被称之类经典 无非是他夸张颓废的演技 再加上他用着无厘头的声音 说上的一句句经典的对白 成就了一步又一步的经典之作 从而奠定了周星驰在影视圈中的地位 被称行业 我们把功劳都归功于新驰 然而小编觉得新驰的成功有一大半的因素 在归功于他背后的配音师 新驰的御用配音师叫石斑驰 其实他原本不叫石斑驰这个名字 本名石人貌 只是后来在外面接私火 被警告了 没有办法他给自己取个化名石斑驰 大家也彼此互相尊重 1983年石斑驰开始从事配音工作 在当时影视作品泛滥的年代 配音演员根本不愁找不到活 但是石斑驰却是个配音演员中意外 因为声音很简 不纯正 不是好的配音演员胚子 配音的角色不是坏人 就是太监 没有代表人物 所以石斑驰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复在人生的一个低谷戏 然而上天是公平的 在1990年影视公司全力推捧周星驰 想为星驰找一位声音夸张的专属配音演员 而石斑驰可谓是歪打正着 周星驰那种夸张颓废的演技 与他那无厘头的声音正好相吻合 自此石斑驰开启了自己的逆袭之路 成了星驰的御用配音室 从1990年 周星驰与刘德华合作首部影片赌卦开始 石斑驰已经为周星驰配音了几十部电影 很多经典对白都是出自他口 例如《大话西游之大圣曲心》中那段经典对白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 但我没有珍惜 是在香港的路易蓬佩的 除此之外 石斑驰在为星驰配音室 曾出现过两次重大的口误 在配音室 台词我服了你 说成了爱服了你 台词我先走 说成了我走先 然而这两次失误却没有丝毫影响 反而让这两句话成了经典台词 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的组合是非常默契的 没有石斑驰就没有周星驰的今天 而我们至今也能想到星驰开场时 哈哈哈哈的经典笑声 如今星驰退去幕后担当道理 而石斑驰也不得不另谋出路 随着年龄的增大 仅比星驰打一岁的石斑驰也见现老态 但从照片上看 石老爷子还是很健朗的 图片来自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